公费流感疫苗在今天10月1号开打 第一阶段针对65岁以上的长者 医事人员等等开放施打 第二阶段11月1号会再开放给50到64岁的成人 疾管署署长周志浩表示 预期在过年前后将会达到流感的高峰期 面对秋冬流感跟新冠肺炎的疫情双重的夹击 由于是更分析了要来观察下个礼拜三 会不会突破5万例 才可以确定疫情高峰是不是已经过了 而对此卫福部长薛瑞源表示 接下来的一个礼拜的确是观察重点 军期袖子手插腰 公费流感疫苗10月1号开打 一早9点不到民众就已经抢先来卡位 来15分大概20分的时候 8点半想说来排第一号 结果来的时候已经40几号了 将近9点吧 96 9点开打现场号码牌已经发到约100号 第一阶段针对65岁以上长者 医事人员孕妇还有6个月以上的幼儿等优先开放施打 第二阶段11月1号再针对50到64岁的成人施打 打了疫苗之后还要两个礼拜 那我们身体才会产生足够的抗体来 农历过年之前后左右这时候还会持续达到最高峰 多位专家不断示警今年将是流感大流行年 恐怕会与新冠肺炎疫情双重夹击 而医师沈正南也透过这几天的确诊数分析 疫情的曲线还在以等比急速上升 高峰根本还没有到达 要等到下周三看看会不会破5万 才能确定高峰是否已经过去 现在看起来应该是属于一个高原期 是否会破5万 这个还要再加以观察 在接下来这一周是主要的关键 疫情高峰过了没 接下来一个礼拜是重点观察期 机关署还是喊话民众尽快施打疫苗 提升保护力迎战秋冬 记者陶医生陈建国台北报道